文化,資訊,資訊 文化,資訊,資訊 資訊,資訊,資訊 資訊,資訊,資訊 資訊,資訊 接下來我們要跟同學介紹 一個還滿重要的一種知覺 叫做工精知覺 深度知覺 也就是說 這個物體投射在我們的視網膜 跟大腦鼻子區的時候 其實都是平面 對不起,聲音太大聲 都是平面的 那我們如何來去判定說 現在A的物體跟B的物體相距多遠 或者是哪一個比較靠近我 哪一個距離我比較遠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線索 我們才能賦予它深度的這個意義 那深度知覺呢 我們在研究上面發現說 我們有兩個眼睛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兩個眼睛來去判定說 好,現在哪個同學做的比較前面 哪個同學做的比較後面 它的相關的位置是如何 那 可是如果我們一定要透過兩隻眼睛 才可以做得到的話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有一個眼睛受傷怎麼辦 如果你把一個眼睛遮起來 你還能判定 你還能判定 那個 距離嗎 但至少誰前誰後沒問題吧 對不對 但是距離的話 可能就比較吃力一點對不對 比雙眼吃力 來告訴同學為什麼 我們來判定空間知覺 不管是兩隻眼睛 或者是單眼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雙眼的深度的線索 是比較精確 而且比較 怎麼說 它是比較是有 應該用什麼形容詞 比較準 就是那個 那個線索 而且那個線索是 你自動會判定 你不用告訴你兩隻眼睛 要如何去判定 它自己就會做到 這個是屬於無意識的 或者是屬於自律 自律性的 是屬於無意識的一種反應 它自動就會處理好的 所以你不用 每天散步國際 一直告訴你的眼睛說 你要如何去決定 誰比較前面 誰比較後面 不需要 它自動會做 那自動會做 它靠兩種作用的訊息 一個叫做雙眼視差 或者是有些書叫做雙眼相差 一個是雙眼聚合 有些書它叫做雙眼符咒 這個談的都是同一個 那我們來跟同學講一下 什麼叫做雙眼相差 意思就是說 一個物體 以靠近我們距離的遠跟近 我們的兩個眼睛 對這個物體 因為這個物體 投射在我們兩個眼睛 視網膜的位置 我們的視網膜 比如說一個眼球 假設這邊是這樣 這邊是視網膜 這個是水晶體 這個視網膜 它是不是有相對的位置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它距離我們的遠近 如果你閉一隻眼睛 跟閉另外一隻眼睛 你會發現你的手 的位置 有一點點位置差 如果你再把它靠近一點點 比較靠近 你會發現那個位置差 是比較大的 如果越遠 那個位置差 那個位置差 只差一點點 所以我們是透過 這樣子的位置差 你的神經傳導 自動就會告訴大腦 那個位置差 有多大 那大腦去判定 當位置差很小的時候 他就會判定 那個東西距離你比較遠 好 那如果是那個位置差 是比較大的時候 他就會判定 那個東西靠近你比較近 這樣 好這個叫做 雙眼相差 那雙眼符咒 或雙眼聚合的意思 是指什麼呢 一樣 如果有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 這兩個都要靠兩隻眼睛 才做得到 比如說這個是兩個眼睛 我有一個物體在這裡 另外一個物體在這裡 好 白色的這個物體跟橙色的這個物體 在兩個眼睛 一看過去的時候 它都會形成一個視角 哪一個視角比較大 比較近的物體 比較近的物體 它產生的 跟兩個眼睛 交合的視角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就是 符咒的線索 好 我們透過 這個 視角 你看 這樣視角越大 這樣很大 我就判定說它非常靠近我 如果是視角幾乎是 你很遠很遠的話 幾乎是什麼 靠近零度的話 那就是無限遠了 這樣子 好 就是我們透過這兩個 很有用的線索 我不需要去找一些 就是自己去找線索來做我的身體 好 我的視覺跟我的大腦自動就會判定好 可是萬一就是像我們講 如果今天不幸 你的一隻眼睛 視力就是 很差很不好 你主要是靠一隻眼睛在 作用的時候 這樣的線索就不見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從兩隻眼睛得到 相對要的比較性的線索 你就無法去判定 深度知覺 好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弱勢 我們班上有沒有弱勢的同學 有 好 我大兒子也是弱勢 因為他弱勢 我去了解了以後我才知道 弱勢就是 三歲以前那個四神經的發展 還不是很完全的時候 他的兩隻眼睛的優勢落差很大 或者是有些人是兩隻眼睛都弱勢 好 那弱勢的人是 因為你在三歲到六歲這個階段 其實你的四神經其實都還有發展的空間 所以他有一種矯正就是你要把好的一隻眼睛遮起來 逼迫你盡量的去用那個弱勢的那個眼睛 讓他的四神經的成長能夠 慢慢的去發展出他的能力出來 但是你過了黃金的時期 比如說你已經超過了十二歲 你的矯正效果就會很差很差 好 那我帶我兒子去醫院做檢視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他那個醫院做視力檢查有做色盲 有做除了視力的精確度之外 還有一個小的圖案 有時候你們也會有機會去看到這樣的圖案 就是立體的圖案 你這樣子看的時候 慢慢的就會有一個中間 會有一個立體的圖形會跑出來 那那個就是透過相差的一個概念 因為他的那個刺激點有一個位置差 所以你會感覺上有一個立體的東西跑出來 可是有弱勢的人 他看那個是有困難的 因為他兩隻眼睛所產生的相差跟符咒 無法給他這樣的一個線索 因為有一隻眼睛的能力比較差 有一隻眼睛的能力比較好 所以當我兒子去看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出立體就只有他 他再怎麼看他就是 他就是看不到立體 那就是因為他這樣子的線索 他無法靠雙眼達到 但是他有沒有辦法去判定物體的遠近 原則上對他日常生活來說 影響不是那麼大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透過這些 他想辦法去透過一些單眼線索 我們就可以去判定的這個深度 直覺 譬如說 我們拿最 最簡單的這個來講 重疊 如果有一個東西被遮住 那被遮的跟遮的 哪一個比較淺哪一個比較厚 被遮的一定比較厚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用這樣的線索來判定 那這個也是單眼就可以做得到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當你的雙眼 無法得到相關的知覺線索的時候 我們如何透過單眼來判定 深度知覺 一種線索叫做直線透視 所謂的直線透視說 就是說 如果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兩個點 比如說像我們說鐵軌 這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如果距離我們越遠的話 我們會判定他的距離什麼 那我們看到的距離會越小 可是因為知覺的橫長性 所以我們還是會判定說這兩個 就是我們自己知道說這個應該是一個平行的對不對 所以當這兩個點 這個馬路我們知道 這馬路一定是平寬的這樣過去 除非是很奇怪的設計 可是在我們的知覺上面 這邊是幾乎是什麼 交合在一起的 那這邊是表示沒路嗎 不是 那我們會透過這樣的線索 來去判定說 這個地方距離我們比較遠 這裡是比較近 這個是單眼可以做得到 那像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距離比較大 這些距離比較小 可是我們知道 它應該是一樣 一樣的高度 所以當這裡距離比較小 我們看的時候距離比較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判定它比較遠 就是像剛才那個大人跟小人的意思一樣 因為我們的知覺橫長性的配合 使得我們可以來做直線透視這樣的一個深度知覺的解讀 另外一個線索叫做文路梯度 我不曉得課本用什麼詞彙 因為不同的書 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 比較靠近我們位置的物體 它的大小 跟它的書密 它感覺上比較疏 距離我們比較遠的 我們會覺得 就是我們看到比較密 我們會判別說它距離比較遠 那這是一個實地的例子 就是它比較靠近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比較多的一些細節 空隙 比較遠的時候 就比較看不到 這樣子 我們也會用這樣的線索來判定遠近 好 重點剛才講過 只要是被遮的 我們就一定會說 它是比較遠 好 比如說以這個群組來說 他的遠近的順序 你會怎麼判斷 哪一個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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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D A C D B E呢 E只能确定它是比D跟B还要前 C跟E就没有办法 因为它们没有关系 没有一个交集的关系存在 这个图哪一个比较前哪一个比较后 B因为A的这个部分被遮住了 这是一个重叠的线索 MING PAO TORONTO